第46任的总统终于揭晓了 民主党候选人拜登 成功跨越270张的选举人票门槛 成为未来四年的白宫主人 不过另一边 川普持续不认为自己败选了 还要提起大规模诉讼 我们先来看这拜登胜选 这一次他获得了7400万票 在台湾时间早上9点半发表 胜选演说 呼吁全民千万不要把对手当成敌人 还向川普的支持者温情喊话 说这个阶段就是全国疗伤重奸的时刻 而目前首要任务 当然就是要控制疫情 而拜登的副手贺锦丽 也将成为了美国首位女性 有色人种的亚非裔副总统 改写美国政治面貌 美国第四十六任总统和副总统 终于在台湾时间八号早上揭晓 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 以及副总统候选人贺锦丽 胜利拿沙滨州 一举跨过两百七十张选举人票门槛 赢得选举 拜登在台湾时间八号早上 九点半左右 在德拉瓦州发表胜选演说 从选民太太到家人 副手贺锦丽 以及竞选团队 拜登一路感谢 谢谢自家人湘挺 也感谢部分共和党人 跨党派支持 拜登也感性表示 他了解川普支持者的失望 呼吁全民不要将对手看成敌人 拜登胜选的消息 透过媒体向全国放送 今晚总统川普一直说 选战还没结束 但是英国法国印度日本等国家元首 都纷纷祝贺拜登当选 而胜选的激情终究会过去 严峻挑战已经等着拜登和贺锦丽 两人也已经与专家们开始筹划施政 物色内阁人选最快九号 白宫首批高级官员名单就会出炉 美国CN也报道 拜登计划在当天任命由12人 组成的防疫小组 由外科医生莫西 美国食品及药品管理局前局长科斯勒 以及耶鲁大学的努涅兹史密斯博士 三人联合领导 优先公布防疫小组名单 也凸显拜登把对抗疫情 视为首要目标 华视新闻普遗节编译